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 过去我们曾经跟社团法人 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 有过多次的访谈 举凡是跟外籍移工的辅助也好 或是他们权益的争取 甚至于是我们是请他们来评论 台湾的外籍移工就业服务事件 都曾经我们连线合作过 而在台湾工作的外籍移工朋友们 其实大部分是没有办法放假返乡过年 或者是跟家人团圆的 大家也许好奇 这么长的年假里面 移工朋友们他们是怎么度过的呢 他们应该可以休假 对不对 另外接受群众服务协会帮助的 外籍移工朋友也都有着坎坷的困境 大家都放假去了 他们怎么办 有没有人特别来关心他们呢 各位容之平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要连线的这一位 是社团法人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的专员 肖仪彩 专员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是谢谢 谢谢专员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专员我想先请教您 当然我们的听众也许对这个协会不是非常的了解 其实有些听众还是非常好奇 因为他们总是跟志平说 好像我们从协会的名字里面 不太容易看得出来 你们所辅助的是外籍移工朋友 对不对 所以呢你们对外籍移工朋友所提供的 这个服务项目包括了哪些 那哪一类的移工朋友是你们帮助最多的族群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服务台湾的劳工 所以取名称的时候就没有特别的 就是把移工啊或国际加在名字里面 对是 也是蛮久了 也是服务移工以来也是七八年了 七八年以上 对那不过最早成立的时候是以服务台湾移工为主 对那哪一类的 然后后来 对然后后来就是有注意到 因为也是有一些台湾的工厂的工会 然后后来就是有注意到就是 在工厂里面其实有一块更弱势的是外籍移工 对所以是因为这样才开始关注外籍移工 对然后我们才开始辅助外籍移工 是那他们通常是出了事情了才会引荐到协会来嘛 对不对 嗯就是其实我们是每天都有非常多的资讯 那这些资讯是呃不不管是出了事情啦 或者是就算是很生活的小事 因为外籍移工是身为外国人在台湾他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 比如说呃甚至是开户啊银行啊那种很小的事情 或者是呃收到法院的传票啊呃单子啊看不懂 就是有各式各样生活上的事情嗯对他们都因为语言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解 嗯对那所以其实也不一定是遇到老子争议 因为每天是处理各式各样他们生活大小事 对那当然重心还是在老子争议 对了解好所以目前哦接受协会呃提供照护服务的移工朋友们大概有多少 就数量大概有多少啦哦 然后另外他们所面临的这些困境 刚刚您提到了嘛他们有很多困难对不对啊嗯面临的困境有哪些 呃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目前的数量是因为我们是一直流动的状态 就是我们是有庇护中心嘛对我跟你说我们是我们付我们辅助的方式 主要是有我们是有成立庇护中心的嗯哼 那目前是有三个庇护中心我们是分国别嗯就是分别是菲律宾越南跟印尼嗯哼哼 对然后呃每个庇护中心大约有3030上下个床位哦对所以就是同时最多可以容容纳90至100人左右哇90到100人 所以要维护对90到100位移工朋友们的辅助的话呢哦如果他们一旦住满了恐怕会需要一笔很大的经费咯呃是对那经费的部分主要是呃那个政府这边有安置经费嗯嗯嗯对嗯了解 不过还是还是没有很够因为一人就是一天是500块那有时候我们也会收很多嗯就是其实是没有那么因为安劳工局的安置是有一个标准的嗯就是一定要劳工局同意啊然后符合一些固定的项目才可以安置那其实有一些劳工他很可怜可是他没有符合那个呃劳工局安置的标准 那有时候我们也是会看情况还是会收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是没有经费的是是好所以会嗯嗯嗯嗯嗯哇那这个每天提出来这么多的这些个各式各样的需求呃你们都有办法解决我觉得你们好伟大哈哈也没有啦嗯嗯嗯嗯嗯嗯 那那呃呃那我们是我用我们是一个流动性蛮高的状态这是呃虽然说是90至100个床位那可是他们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就是找到工作然后就去工作那每天都会有又是有新的新的人进来就有东西是很高哦哦所以呃如果他们暂时没有工作才可以在庇护中心停留那一旦找到工作了就已经算是说非得要先脱离这里然后 要自己负责自己的生活了 是这样子吗 如果找到工作 当然就是去雇主那边 或者是新的工厂 新的雇主那边 这也是等同于鼓励他们自立 对不对 算对 其实因为工厂到时候就是有宿舍 因为我们这边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像 中途之家那种概念 因为台湾人的话 如果你失业的话 你有老家可以回啊 然后什么的 可是外国人他们就是在这边就没有 如果他失业的话 就会从工厂被赶出来啊 或者什么的 他就是没有一个住处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主要是有点类似 像提供失业的移工他们的住处这样 所以三个庇护中心都位在桃园吗 菲律宾那个位在新北 不过因为我们也是 对没办法讲详细的地址 对因为它是保密的 因为很多移工都是有劳资争议 那有一些前雇主跟中介对他们的事 原本是有一些 对 前雇主会对这个 移工朋友们有一些不礼貌的手段吗 还是对待吗 对啊 常常会啊 因为他们毕竟是劳资争议 那劳资争议是很敏感的 有一些雇主就是会情绪很大 对啊 然后也有发生我们就是 一直被检举 对然后就是雇主 一直在关注那个外籍移工 就很夸张 就是有一个外籍移工 他就是 就是你知道抖音吗 就是现在年轻人就很多人在玩抖音 那外籍移工也很多人在玩抖音 是 那移工可能就发一些 他在抽烟的影片啊 什么的 在我们bill中心 那其实抽烟也没什么 对就是 然后他就好像截图检举 卫生局还是 环保局还是什么的 对然后就一直有人来查 然后反正他就检举各种事项啊 检举我们收留逃跑外劳啊 然后各种奇怪的事项 是 然后检举那个 对 因为就是移工的话 他们在转换雇主期间 其实是不能打工的 嗯 对然后那个雇主就是 会看那个 那个移工 他可能有时候在 呃 教菜园的影片啊 嗯 然后他就 他就拿去检举 说那个移工是在非法打工这样 啊 事实上他不是啊 就是 对 对 就是很多追杀的行为 所以我们的地址就是要保密 因为很迷感 是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社团法人 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的专员 肖仪彩啊 我们请专员呢 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分享啊 这样一些 我们看到就是呃 协会长期以来辅助了很多很多的外籍移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失去了工作 也许他们面临了很多的困境啊 那诶 协会都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 特别是特别是刚刚专员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目前呢 协会有三个庇护中心 这三个庇护中心呢 其实都帮助了将近有百位的移工朋友们 让他们呢 随时可以在失去工作的时候还可以受到照顾 其实整个照顾的过程我相信是充满着温馨 呃每一个移工朋友他们的处境都不尽相同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请专员您分享一些他们的故事好不好 呃过年 过年的话我目前是想到的是 因为目前就是我们碰到一个困难 就是因为每个移工啊 他在台湾他转换雇主的期限 是有时间限制的 嗯 就是他们只有两个月的转换时间 就是等待找新雇主的时间 如果这两个月找不到的话 他们就是一定要回国 嗯哼 对然后那现在就是台湾的雇主过年前 是很不喜欢拼护新人的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一开始一千名 呃一千契约就开始放假的话 嗯 就是对雇主来说就是损失嘛 嗯哼 对因为他还要付那个 拜拜付那个放假期间的薪水 嗯 对所以过年期间 就是在庇护中心的移工 对他们来说反而是非常焦虑 跟煎熬的一段时间 嗯 因为这段时间他们都没办法找到工作 嗯哼 而且而且他们转换的时间是有限的 只有两个月 嗯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压力很大 那过这今年过年又是长达十天的廉价 嗯 那过年前就是 呃 尤其我知道这边讲的是工厂的状况 因为看物的话是还好 因为长达的需求在台湾还是很大的 是 了解 对所以 所以看物的雇主还是很 呃 过年前还是会评估新工的 嗯 对可是工厂的话 目前工厂 呃台湾经济不太景气 所以很多工厂是倒闭啊 或是订单减少 无薪价 所以他们更就 就更不可能去评估新工 然后而且现在 因为疫情趋缓了 所以目前也是开放 呃 再从国外引进了 引进 引进 外籍移工 嗯 那所以在国内转换的这些移工就更没有优势 嗯 那所以他们 目前工厂的移工现在是很难找工作 是 对 那所以过年前就是 他们的压力很大 那我看也是 很难过 因为很多人可能就会 想说是不是 对啊 是不是一定要回国啊 然后或是他们不想回国的话 怎么办 哦 对啊 那不就 那不就每天都愁眉苦脸的 也没有到 对 可能就是 有时候他们就会 很烦恼啦 嗯 然后我也是压力很大 是 都一直做梦 梦到 是 我听说啊 除了这一类等待工作的 移工朋友们 他们面临着焦虑的现况之外 我是听说还有一些 呃患病啊 就是呃也许他们呃生了病 然后又没有办法立刻工作 那这一类的需要照顾的移工朋友们怎么办 我我因为我看到好像有那个呃呃 罹患癌症的对不对 哦对 有罹患癌症 然后也有怀孕的移工 嗯 那啊 像我刚刚听到的找雇主 只有呃 两个月的那个部分 嗯 只要你是怀孕或者是 重症的话 是可以去申请暂停转换 嗯 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有这个 找工作的期限的压力 是 因为我们都有帮他申请暂停转换雇主的手续 嗯 嗯 但是问题是 这个等待的过程怎么办呢 呃 比如说怀孕 他们会想说 哎呀 那孩子生下来总是一个难题吧 怎么办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刚刚你所提到的这个呃 如果有重症的啊 呃 这个得到癌症的 那他们的心情更是可想而知的 会沮丧吧 嗯 对啊 当然一定会 那如果是呃 怀孕的话 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是托育 嗯 对因为在台湾的话 就是啊 毕竟台湾的如果是比较专业的那种托儿所啊 嗯 或者是保姆都是 啊蛮昂贵的 就不是一个外籍移工可以负担得起的价钱 嗯 对那目前在台湾的话就是只有台北的关爱之家 那关爱之家他是有呃他是可以让外籍移工暂时啊放小孩在那边托育 嗯 然后也是一个外籍移工负担得起的价格 是哦那那这个怎么办啊这个我是觉得好像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也许怀孕不是他们愿意的啊然后呢但是真的是这一天到来了还是选择大部分都会选择把孩子生下来 对因为因为印尼人的观念来说堕胎是非常呃罪恶的因为他们宗教的关系这样子 是那那个呃刚刚你所提到的重症的这种怎么办呢 我我那天看到呃那个 嗯 重症的话就是继续接受医疗治疗啊 嗯 但是医疗的费用很庞大啊怎么办 呃费用的话如果重症的话政府那边是有一些那个重症的医疗的费用 对所以就是不过持续治疗的话当然一直回诊还是有一些固定的费用那这部分的话是我们会帮他支付 是 对 哦 因为我们就是也有募款专门针对重症跟怀孕的这个部分 嗯 因为他们是最需要额外的费用的部分 是了解 哇可见真的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真的是很多啦哦 而且啊当我看到他们的遭遇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更想说哎过年的气氛这么的浓 那他们看到大家在团圆他们会不会心里面更有感触啊那他们怎么去调试呢 而且他们也是会自己过年期间当然也是自己会办一些聚会啊 嗯嗯嗯对啊 像过年那几天就很多移工要我去 有的是婚礼啊然后有的是那种有点像歌唱表演的那种 嗯 有歌唱表演的那种通乡会的通乡会的活动这样子 嗯嗯嗯对所以他们也是过年期间也是蛮多人办活动的 嗯嗯对因为毕竟大家还是放假比较多啦就是如果是工厂是 而且如果是看护的话当然比较难 嗯工厂的话也是放假 了解 而且都在异乡大家都在异乡都需要彼此好好的相互照顾 所以呢这些聚会就被他们来讲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珍贵啊 有非常的温暖 嗯对他们很多通乡会的活动 嗯嗯好啊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社团法人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的专员萧怡彩 我们请啊专员呢在节目中为大家分享 我们除了简单的再度来跟大家介绍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之外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他们所提供辅助的这些外籍移工朋友们呢 其实他们面临到很多很多的困境啊 重点是呢我们看到其实他们生性乐观 啊纵然是他们也许这个面临了困境了 但他们仍然知道怎么去调试他 我相信在过年这段时间啊 大家也愿意啊为他们来啊 多多来看一看他们啊 解决他们困境的一些状况 所以专员我想请教你啊 在过去的这三年以来 其实我们曾经访问过不少台湾的社会福利团体啊 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 那来自各界的捐款其实都减少了 那很多的社福团体他募款的状况都非常非常的严峻啊 就是面临很大的困难了 那我想请教你那群众协会的情况如何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呼吁的呢 因为我们是疫情这两年才开始就是募捐 那第一年的话我们是以怀孕移工当主题 那第一年的募款成效还不错 可能大家就是看到一些新生儿会比较充满希望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第二年我们是用重症移工当主题 那成效就是比较不好 所以想说是不是可能是大家就是太常看到那种 就是看起来很可怜的那种 然后比较灰暗的那种 那可是他们也是很需要帮助 那可是募款成效有比较差一点 所以就是用重症移工去购款的部分 假定今天听到你来介绍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么多 要照顾的移工朋友们这么多 可是我们既然也面临了募款的困境的时候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今天听到你说的这些故事 我心里面是感动的 我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奉献他们的力量 对那就是大家可以搜寻那个 我们的专业就是叫做停移工 对那你搜寻停移工的话 会有我们的募款专业这样子 对那再麻烦了大家来多多集齐 因为他们都心里也很疼 对千万不要忘记记住这三个字 打开你的Google的时候你就去输入挺移工三个字 你就会看到桃圆市群众服务协会 接受大家帮助 愿意提供更多的捐款也好了 或是实质的帮助也好 我相信外籍移工朋友们 他们应该会非常感动 我必须再度来强调一件事情 台湾的经济绝对不能 真的是少不了外籍移工 那更何况外籍移工朋友们 在台湾也帮大部分的家庭来照顾长者 我特别特别要在这里强调 是他们所照顾的是失能的长者的时候 你心里面应该要有更多的认同感 他们正在做着我们也许做不来 也许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但是他们同样会面临困境啊 好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行有余力的话 志平还是要在这里呼吁 就是可以的话 听听看今天我们的受访者 萧专员所跟大家介绍的 这些个故事的内容 可以的话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奉献自己的力量 就至少我们每一点点 每个人都能够贡献自己一点点的力量 那汇聚起来就会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不要忘记 真的不要忘记 社团法人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 有三个庇护中心 他们要照顾的外籍移工朋友 可能最多要达到百人以上 然后他们可能面临着怀孕 可能面临着罹患重症的一些 还有等待雇主来雇用他们的一些这么多的困境 那个焦虑 也许在生活上他们会面临这么多的一些 让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快乐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你怎么办 他们都是为台湾尽心尽力的朋友 各位那就让我们一起好不好 卷起我们的袖子 或者说可以的话贡献自己的力量 所以专员可不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前 还是请你呼吁一下好吗 好的 麻烦大家多多支持 听理工 谢谢大家 好的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社团法人 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的专员 萧仪彩接受我们的专访 专员谢谢您 辛苦了哦 不会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